家人们千万不要图便宜买猫 前几天我刷到有猫生意折出德文猫 老板说卖的便宜是因为这猫太聪明了 我心想聪明的猫难道还不好吗 就赶紧把他接回了家 没想到回家后他直接给我表演了现场开锁 如果是这样也就算了 可我万万没想到 一只猫怎么能把自己烦到这房间里啊 无奈的我只好请来了开锁师傅 可我终究还是低估了他的智商 你太慢了 我自己来吧 开锁人呗什么非被拔了 这还不算离谱的 最离谱的是他还会自己开饮水机 任无可忍的我就给饮水机加了盖板 然而 开锁算了 你喝完了倒是给我宽赏 哎 能哪有不疯的 只是硬撑罢了 把家烟了还不够 你还敢偷吃我的菜 本来你就是个玻璃味 想拉肚子吗 我算是明白了 我才一则卖毛 原来我一款都分期付给你了 给我花点钱怎么了 你赶紧给我吃点医生菌 还好我给你开了个宠物医保 买这个医生菌能便宜一半 万一你明天窜息了去医院 这医保也能包下点医药费呢 那真是便宜你了 现在上支付宝搜宠物医保 有想买的保健品 医保价能比外面便宜230%呢 非常划算 让你这么折腾下去 也不是个办法呀 你喝呀 怎么不喝了 那大家都别喝了